这老建筑的前身是台湾地姓协会所 当时万华地区最有名的医师李朝北先生 向这个协会的理事长承买下来 因而开设了朝北医院 这栋建筑融合了中西方的特色 以专幕构造为主 墙体则是采用早期很常见的五干墙 外头以洗石子为立面装饰 内部则以木造为主 由于它的历史意义以及建筑集聚价值 加上屋主有意要保留 所以台北文化局以及相关的人士正在进行研议 是否要对它来进行修复 而把这一栋有纪念价值的建筑物可以留给世人